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说出其中的原因 才算合格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肌肉可以通过训练变得比以前更强 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 在训练中 肌肉收缩阶段重要 还是还原阶段重要 第三个问题 肌肉在什么长度下 力量最大 是被拉长时 是肌肉本身长度时 还是肌肉缩短时 刚才的问题 如果你可以回答 并且知道其中的原因 你也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讲肌丝滑动学说了 不知道答案的朋友 请认真听讲 好 让我们进入正题 简单讲讲肌丝滑动学说 人体的肌肉按照微观解剖是这样构成的 一块肌肉是由若干肌纤维数构成 每个肌纤维数又是由多达150个肌纤维构成 肌纤维就是肌肉细胞 所以肌肉细胞不是圆的 而是跟一根头发直径一样 形状也一样的圆柱形的 每一个肌纤维又是由几百个肌原纤维构成 那么每一个肌原纤维 它的直径相当于头发的百分之一 肌原纤维也是圆柱状 一节一节的连在一起 我们称这些节为肌小节 每一个肌小节里边有两种肌丝 一种粗一些叫做肌球蛋白 也叫粗肌丝 大家看粗肌丝像什么 是不是像一根睫毛刷 不过这个睫毛刷的刷头是六根有规律向外展的接头 像六只小手一样称为横桥 另外一种肌丝细一些 叫做肌冻蛋白 也叫细肌丝 细肌丝就像两串珍珠项链扭在一起 粗肌丝和细肌丝有规律的穿插在一起 每根粗肌丝周围有六根细肌丝 每根细肌丝周围有三根粗肌丝 而且在肌小节中 粗肌丝是两头毛刷的存在 而细肌丝连接在肌小节的两端 知道了肌球蛋白也就是粗肌丝 肌动蛋白也就是细肌丝 那么我们来讲讲肌肉的收缩 肌肉的收缩发生在每一个肌小节里 当粗肌丝用横桥拉动细肌丝时 就产生了肌小节长度的缩短 每一个肌小节都缩短了 整块肌肉也就缩短了 肌肉便产生了收缩 通过这个视频 你可以看到粗肌丝是如何拉动细肌丝的 当然其中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详细讲解 相反的 当横桥放开细肌丝时 肌肉收缩结束 肌肉的长度变长 这就是肌丝滑动学说 简单总结就是 肌肉收缩时 粗肌丝向肌小节中间拉动细肌丝 肌肉放松或拉长时 粗肌丝向肌小节两边放开细肌丝 粗肌丝和细肌丝之间的滑动 产生了肌肉的收缩 同时产生了长度的变化 搞明白了肌丝滑动学说 后面很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例如 回答刚才第一个问题 肌肉为什么经过训练会变得比以前更强 粗肌丝和细肌丝在滑动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摩擦 训练时都会使用负重 那么负重增加了肌丝之间的摩擦压力 造成肌丝的破损 因此肌肉在训练中通过收缩和拉长的变化 产生了危损伤 加上训练结束后的营养补充 休息以及激素分泌等因素 重塑肌肉受损位置 让肌肉变得比以前更强 由此可见 无论失联目标是力量 爆发力 肌肉体积还是耐力 都是基于肌丝滑动学说 只不过人体肌肉中负责力量 爆发力 肌肉体积以及肌肉耐力的比例和数量不同 所以不同强度的训练会造成不同类型的肌纤维受损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肌肉是由肌纤维数构成的 肌纤维数又是由很多肌纤维构成的 肌纤维又是由肌原纤维构成的 肌原纤维就是肌细胞 它呈圆柱状 是由一段一段的肌小结连成的 每个肌小结有粗肌丝和细肌丝 肌肉的收缩和拉长就是由粗肌丝拉动或放开细肌丝完成的 因此肌肉的收缩和拉长来自于肌丝的滑动 对于训练而言 肌丝滑动学说有很多英勇 今天我们只讲了最基础的 肌肉为什么经过训练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强 我将在以后的视频中和大家聊聊 如果想让肌肉生长的更快 肌丝滑动学说给你带来的技巧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